主持人 所感的净土是妙素地,也是原教,不可思议地说的。 即针即甲即中,中甲空甲中是在意念当中觉察到的,这是观智。 外面的色相确确实实是空甲中,这个就是不思议的三地。 亦亦法无非妙地,妙三地,无敬无尘为体,这跟华言经上讲的完全相同。 是一切凡夫,生死轮回之处。 是一切祝福菩萨,借淫度特众生之处。 众生无边,世界无边,祝福菩萨也是无量无边,无尽的无尘为体。 这才显示出佛法广大无边。 从这个地方才真正显示出。 长期光统是即中观之所感,以旧近三观所感,以妙中的称心无尘为体。 到这个地方,这是佛的果位。 超越了四十一个阴位。 前面四十一个是菩萨。 从初诸到等究,四十一个位置是菩萨。 长期光成佛了。 这个时候,无明烦恼,完全断尽。 自信的功德,圆满而没有业丝毫欠缺地流露出来。 我们常说,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圆满现象。 此地所设的修因,是中观之,是旧近三观。 这个在大臣修学里面。 这个在大臣修学里面,大到了究竟圆满的境界。 天台大师所设的三直三观。 他在大臣修学里面。 他的内涵是可以贯通宗门交响。 静宗虽然是专念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念的功夫,有情深不同。 在境界上,也不违背三观的原则。 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四义性不乱,礼义性不乱。 以及静宗长手的功夫成片。 实在讲,功夫成片也可以包括在四义性不乱里面。 是四义性不乱的最浅的功夫。 一句佛号能够把烦恼、见识烦恼稳住、控制住了。 不齐现行动。 这个时候叫成片。 如果见识烦恼断了,那就叫四义性。 圆满的四义性。 四十一瓶无名断经了,是圆满的理义性。 所以,就是这一句佛号也是要经历这些境界。 和天台大使所说的只观内涵。 能相应。 不相违背。 那么他所感的净土是妙中的。 称性无臣为体。 这个时候,四身相为粗,这个五乘完全是自性。 是性的所性。 这是长极光净土的理体。 这一段意思很深。 境界很高。 老修多少也能够体会到几分。 到这个地方,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 那么在西方世界,虽然有司徒。 他这个司徒,跟社方祝福世界的司徒不一样。 受方世界祝福世界的司徒。 是个别的。 就是他各开的。 个别的。 像我们凡神同俱徒。 在西方世界的司徒不一样。 在西方世界的司徒不一样。 在来没有意思没有俏, UST-LOOK-Brожалantage。 まず他真正是世界称宗, 最切是世界称宗。 最切就是世界称宗。 最 modív造基于 Когда一眼对出去求出无仙也",